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大小事 我是主持人张景为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继续来谈 《蒋经国日记》最近可以说是在去年年底 美国Stanford大学胡佛研究院首度公开了蒋经国日记的原稿 那么大家都知道蒋经国虽然已经去世了 已经有32个年头了 但是在台湾许多人的心目中 还是非常怀念他以及怀念他领导国家的那个年代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背景造成民众对他这么的爱戴 透过蒋经国日记我们来深入进入时光隧道 一起来探究蒋经国许许多多的内心世界 以及他处理国阵的时候所面对的各种挑战 他所因应的心路历程 那我们在我们现场邀请到的是对于两讲日记和历史 都非常有专精研究的美国Stanford大学的胡佛研究院研究员 就是他到了台湾来了以后来推动了台湾的经济 发展以及推动了台湾的政治改革 这方面他日记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描述 对啊经济发展或者政治改革都是一段很长的过程 他其实是很早就在思考这些问题 那么台湾的经济发展在他的父亲 老总统的时候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然后到了金国先生 尤其是他做了行政院长之后 他负责整个经济 这个时候经济是起飞的 所以台湾的经济变成亚洲四小龙之首 发展的是最好的 那么他对于这个经济发展有很多的想法 他的日记里面很有趣 你还记得1948年他曾经到上海 做这个管制经济的事情 他这时候就开始在思考了 他说当年为什么我会失败 那么我应该怎么样做 才能够让经济能够有一个正常的发展 那么这个是经济方面 但是我觉得在他日记中 最有意义的就是 他其实从50年代60年代初 就已经在思考这个省级的问题 思考到这个社会的问题 尤其是70年代开始 就是我们退出联合国1971年 开始退出联合国 然后这个时候开始有民间有不同的意见 甚至于国民党党内也有不同的意见 那么特别特别就是1977年 那一次的台湾县市长选举 那一次好像有发生中立事件 就是徐信良 徐信良托党选去选桃圆县县 结果他的票很高 那么这个对蒋经国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充填 我日记里面好像白纸黑字写了说 是他从政以来最大的挫败 最大的挫败 可是实际上他看到了这件事情 他在这个75 76 77 尤其是77年三四月 开始就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 他就说这些有不同意见的人如何如何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 那么这写的很多 三月四月五月 实际上选举是11月 所以谈到很多 当时他就已经先见于此了 他其实已经他注意到这个这些问题 好像在他的日记里头 他也是白纸黑字写下来 就是说如果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一些紧张冲突 不去化解调试的话 将来会出问题 对他就说这个主政不能没守成规 必须要有一种开创新的思想 必须要开放 所以他其实很早就有谈到 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容纳接纳 更多的优秀的本省级的年轻人 到政府来工作 那实际上他当然也做 那后来提拔了很多本省级方面的人 那么这些是在以国民党的这个党籍来从政 还有一些是批评的人 所谓的叫做党外 非国民党的 那么他也经常会有感慨 他很注意他们的批评 很注意 但是他又写 他说不管怎么样 还是因鼓励其参与选举 就是把他们纳入一个 纳入选举 体制里面竞争的正轨 是 所以他里头有提到这个 很多他其实思考的非常的多 1977年特别的多 比方他就说 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 我必须要拿出最大的诚意 才是应有的态度 而且就是我必须要开放心胸 我才能够真正的了解这个问题 到底在哪里 我们看到1970年8月24号 蒋经国视察高雄的一段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独树高雄港口静听窗外风雨声 这开头就很感性 挺感性的 这个风格好像就是 跟他爸爸不一样 仇上加仇 思亲念乡亦往事 难以入眠 近来对于工作颇有幸 这后面说他讲到了 那这里头他好像提到了 就是他对于 其实早在1970年的时候 他就已经对于规划 所谓的这个加工出口区 高雄园区 已经有了一个宏观长远的计划 是他当时是负责整个台湾经济发展 所以经济打下基础之后 要一直更上层楼 所以他也一直在思考 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 其实十大建设这个时候 他的这个思维就已经开始了 对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提到这个除了经济以外 好像外界也常常提到 尤其我们现在台湾 现在发展的一个情况 政商关系是一直被很多人诟病了 贾宁国在日记里面对于政商关系 他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体悟或者批评 他最恨政商 走太近 走太近 他对于官员的要求挺严的 对 在日记里面常常讲官员应该怎么 他常常批评就是说政府的官员 或是党的干部 他说他们都不走入群众 他们都是自我私心 个人主义没有群众的想法 然后有的时候说某官员 生活奢华 或是某官员应酬太多等等 他其实很注重这些事情 对 所以政商关系对他来讲的话 是不是 您可不可以再补充一下 除了他里面提到的 好像里头有提到 就是他有一个好朋友 其实当时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资深老委员 叫王新恒 跟他关系一样很好 他们在俄国的时候 留俄的时候 是同学 是同学 那后来蒋英国就是当了行政院长 还是总统以后 他就开始就是写信给那个王新恒 就是说我现在不能 我要跟你暂时保持距离 不能够继续来往 这一段是不是 所以他是很注重这些 对 其实你知道蒋英国先生是非常注重改革 他对于这个社会的改革 经济的改革 政治上改革 他特别注重 那么一个要从事改革人 他这个滤脊是非常的严的 所以他经常日记出现 他说我们如果不改革 别人就要来隔我们 如果今天你不改革 那人家明天就来隔我们的命 所以他就 他在日记上经常有考虑 有检讨 然后这个反省 经常有这样的字眼出现 然后最后说我一定要改革 这个推动十大建设这一部分 有关经济的 是不是您再给我们补充一下 就是他在他的日记里头 他常提到 我们看到他有讲说 对于经济之发展 应注重于各项措施之适应性 和机动性 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他是不是有一些 比较其他比较具体的一些才识 是 他其实对于台湾的经济进一步发展 就是1970年代初期的时候 他是心里面有一个蓝图的 那么也就是后面一样一样出来 就是我们所说的十大建设 可是当时十大建设需要50亿美元 就是很高很高的钱 那大家都说 我们哪里有那么多钱 而且我们当时走的也很前面 例如盖高速公路 那时候谁有车子啊 很多人都没有车子 所以说高速公路给谁用啊 是给那个有黑头车的人来用的 所以外面的压力跟批评挺大的 可是蒋经国就是 他知道我们非做不可 他就讲他说今天不做明天就后悔 所以他是顶得所有的批评跟压力 他就是要做 当时我记得民间最有名的一个 不晓得是真的还假的 就是说老蒋总统就不高兴了 把他找来 还数落了一顿说 你把我反攻大陆的资本资产都用掉了 这个不知道没有证据 但是因为在1970年代初起 用这么大的国家力量来从事这么多的建设 很多人不习惯 不能接受 何况要筹措很多很多的裁员 是很难 其实这个事情以后来看 你知道在经济学上来讲 就是当时是石油危机嘛 1973年刚好第一次石油危机 那么在这个整个世界经济有困难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政府能做什么 那就是政府推动公共建设 这是其实在经济学上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策略的运用 还有一段我看到也很有意思 因为如果一般这样看过去 可能不会注意 可是特别是我们现在台湾发生这个问题 所以看起来来对照 就特别有意思 1970年1月18号星期间的日记里头 他提到 那个时候蒋英国应该是行政院长 然后他说 目前使我最为忧虑和担心的乃是 三军军心之不安和士气之不振 主客观因素甚多 其中以人事 尤其以退役问题最为严重 组织观念和待遇逝者最为重要 你看这个不就是 我们现在台湾在讲这个年金改革 这个好像他很早就看到就是说 三军军心的稳定跟提振 跟他的这个退役以后的这个待遇问题 或什么等等很重要 是不是他那个时候就看到 你觉得那这一段 他其实 蒋英文先生是一个常思考的人 他在日记里面就常常谈到这些 不是只有这一则而已 他对于这个军队里面的待遇 以及退伍之后的这个退辅的安排 他有很多的事 他当时也是退辅会的主委 也是退辅会的主委 他对于经济的发展应该怎么做 他也有很多的思考 他对于社会的变化 像你刚刚提到就是说经济发展 不能够只重视经济本身 必须要方方面面的配合 其实这个时候 他已经考虑到社会的开放问题 环保的问题 你看那么早 1970年 他也考虑到环保的问题 以及就是说社会多元化 有不同的行业 有不同的人进入到这个政府的公共部门来工作 所以他是一个很常于思考的人 OK 我们也看到就是蒋英文的日记以后 已经开始提到 当时在70年代初期的时候 台湾已经从退出联合国以后 面临了一连串友邦跟我们断交的 这样的一个连番的困境跟打击 他当时在日记里头有很详细的一些 表示心情痛苦的技术 然后他也提到说经济 在他照样看 经济是唯一能够发展 经济是能够突破我们国际困境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途径 那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回过头来我们就要跟大家探讨 其实在台湾跟美国断交的这段期间里头 他前后的有一些内幕 很快回来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大小事 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探讨蒋经国日记 前面我们谈到了金国先生 其实不是在他担任总统的时候 早在他可能更早于在行政院长 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 他就已经看到了 当台湾面临日益紧缩的一个国际的环境的压迫底下 台湾要突破困境 更上层楼重生的话 必须透过两样 一个是经济的发展 第二个是创新的科技的一个发展 这个郭老师你怎么 他到底怎么说的 他不只是在行政院副院长和院长的时候 他在更早 就已经在思考台湾的这些所遇到的挑战 以及未来可能发展的途径 所以在你看像这个退出联合国 当然大家心里面非常的难过 那么当时他就讲 他说我们现在唯一的路就是要发展经济 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什么 新科技 创新科技 你看那个多早的时候 四十多年间 他就想到这些东西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您刚刚也提到了 就是这个蒋经国 我们从这个历史上来看 蒋经国担任这个总统的时候 他担任总统是民国67年 对1978年 然后他日记写到民国68年 换句话他当第一次当总统的前两年 马上碰到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大震撼 中美断交 中美断交 也就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 无论你说台美断交还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 那当时的情况 他在日记里面是怎么记载 好像非常的痛苦 这件事情是大家都很悲愤 为什么 因为美国跟中华民国是数十年的盟友 这么深厚的友谊 可是美国要跟中共建交 要跟我们断交 竟然是在几个小时之前才通知我们 原来还打算同时宣布 那就是太不仗义了 那所以他的日记有谈到 就是说安科治大使 那么在半夜里面说要求见 那么最后是在这个半夜两点多 他们见到面 安科治大跟他讲 跟他报告 跟他报告了这个 就是说这个 明天早上九点钟 华盛顿就要宣布了 要跟这个中共来建交 而且要跟中华民国断交 那这个当然讲经过 先生就用了这个悲愤 非常的悲愤这个事情 那么这整个夜都没有完 内心愤恨痛苦 非常愤恨 对 是然后呢 接着那么安科治大使走了之后 当天夜里就立刻召集党政大员 到官邸里来开会了 那怎么样来因应这个事情 而且那个时候刚好 正在做这个 我们正在做选举 就是下个礼拜就要选举了 所以他们就决定了好几件 那是立法委员选举 立法委员选举 是很重要的选举 所以就决定了好几件事 应该如何来做 那么做一些什么安排 实际上就是说 美国跟中共来来去去 眉来眼去呢 当时在我们台湾的官员 都已经注意到了 所以在这个之前 金国先生日记也谈到了 所以他其实是已经 预先都有复案 来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蒋经国当时的日记 提到的美国大使 就是安科治 于16日 这个是在民国67年的 12月16日 清晨两点 然后为有这个 急急的事要求见 果不出所料 你看这几句话是重点 果不出所料 其实早就知道 所以当时行政院外交部 已经有复案 有几个方案就拿出来 讨论如何来做这个事情 对 那这个里头 但是这里头我们也看到 就是说 它里头有一段 很有意思的一段记述 它就是说 由于群众之行动增加了不少 情绪之不安宁 财政金融和经济情况 没有变动 虽然民心是还OK 但是民众的愤慨 大家帮大家回忆一下说 当时美国的副国务卿 他这个Christopher 来到台湾结果被砸鸡蛋 或什么等等 抗议嘛 对对对 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学生时代 大家也都很悲愤 但是蒋经国在日记里头记了一个 一段他说 美国的这个政府代表团 于夜间抵台北时 受到示威群众之严重干扰 乃是极为不利之意外事件 然后他说 这个要看 使我预布的一盘 有利的棋变为不利 群众难以控制 生以为害 这怎么回事 这个就是因为他们 就是说政府早就已经在准备 在预备 就是说一旦台美断交以后 那么应该要怎么做 那么当时就希望说 断交以后 是不是能够继续维持 中华民国的名字 然后在这个我们的 这个驻外的大使馆 总领馆 那个数目能够维持多少 然后有各种的有利的安排 所以是这是经国行政 他本来有一些规划 可是因为Christopher来以后 台湾的民众反应非常的热烈 这个到处抗议 撒花生踩花生 又骂这个卡特总统等等 花生卡特 对对对 所以就是那个气氛不是很好 所以就是他就认为 就是说民众的抗议 他没办法控制 但是呢 因为这种抗议呢 就使得他原来的这个 希望能够跟美国商谈 能够有更多 对我们有利的一些条件 他认为可能就不那么容易 那后来到底有没有 真的受到影响 后来我相信是有影响 后来我们在谈的时候 美国本来只给我们留四个代表处 四个办公室 后来我们还跟他谈判 增加到八个 那么当然好在就是国会里面 有我们的议员非常的多 那当然是我们台湾的 这个中华美国的官员 也非常的努力 跟美国的这个 友好我们的这些官员 跟议员来沟通 所以才会有台湾关系法 所以这段文字其实也可以间接说明了 因为当时民间有一种传说 就是说政府也好 或者蒋经国暗中受益 可以让爱国群众发泄 对美国的一个不满 那从这段文字来看的话 就显然蒋经国并没有希望这样子 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 好那这里也让大家 另外来看一个 各位看 当时美国跟中华民国 片面宣布断交的时候 还有一个我们看到他日记里头 你看那几天的日记 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 他的字写的特别大 所以过去来讲的话 是不是蒋经国日记 一天通常是密密麻麻的一页 一页 字写一页 所以他在中美断交的那个前后 前后 有时候一天都写了很多 然后字又特别大 所以这个也 这个我想可能两个状况 一个就是说 非常的忙 心情的压力 很沉重 二方面就是说 他其实这个时候 他的眼睛已经不太好 所以为什么他日记写到79年 就是因为他后来 去做了这个白内障的手术 好 那还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 就是说 这个到底啊 蒋经国 当时在他任内的时候 在从他日记里头 有没有提到他培养接班人的问题 因为到今天为止 大家都还一直在提到说 李登辉其实不是他真正属意的 而是孙玉璇 很多人都关心这个问题 当年这个包括就是老总统日记开的时候 也很多人来问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从日记里面 拿出一个正就是肯定的答复 但是呢 在日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非常欣赏孙玉璇 而且他是刻意的培养 他不但是这个提名孙玉璇为行政院院长 而且他去哪里都带着他 前前后后经常讲 与孕玉璇兄商谈 与孕玉璇兄谈这个中共之事 与孕玉璇兄谈这个党员之这个德行 如何如何 就表示他跟孙玉璇是非常的 心意相通 心意相通 经常出去哪都带着他 那都没日记里头都没提过奖金 不是提过李登辉吗 当然是有但是少 因为还有就是说 你知道我们在看这个国民党的政治 当时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中央委员排名 孙玉璇先生是第三位 李登辉先生是十几位 15 对 所以说其实金国先生是想要孙玉璇来接的 为什么还有一个可以证明 就是他孙玉璇当了行政院长 没有多几个月 金国先生就在想说 谁来接替行政院院长 他就已经在思考了 因为行政院长按照我们宪法来讲的话 才是真正的最高行政的运作的实务的首长 所以这一部分来看的话 还有李登辉那个时候的话 按照那个来算的话 他当时是省主席 台湾省主席 好 那我想最后有一个问题来请教 就是说您当然现在看到这个蒋经国的这个日记 整个看完以后 你觉得就是说面对我们今天现在这个台湾的这个社会 那重新来看蒋经国的日记是对他的个性也好 或者是他领导作风 对于你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感悟或者是观点 是 我只看了极小部分的金国先生日记 不是全部 但是我自己在看他日记 我有几个特别让我印象很深刻 就第一个金国先生特别注重改革 改革 改革就是社会经济 军事党务政务各方面经常提到改革 那么第二个就是他金国先生是真的是一个 我们讲叫庶民的领导人 他心里面想的就是老百姓 那么第三个他很苦 他心中苦 为什么 因为国家社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然后他的家里面他也关心这个关心那个 他也特别的感性 那么但是很重要就是说金国先生在这样的这种过程 他的思维中 他做了几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你看他让台湾社会更加开放 他对不同意见的人他非常的宽容 甚至也鼓励他们出来竞选 然后他对于这个经济的建设 各种建设的平衡发展 贫富不均的问题他特别的重视 更重要的是他真正扎根于台湾 他真正爱这个台湾 所以他让中华民国政府 让国民党真正的在台湾留下来 那么当然更不要讲 他晚年做的这个大的幅度的这种民主改革 各种的开放 两岸关系的改善等等 好 对于老一辈的人 现在台湾可以说 蒋宁国在中老年这一代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领导的政治的典范 但是我们看这个所谓的老一派的这个领导人物 他一方面 当时的台湾是面临了各种 可以说是国际的压力 是非常艰困 但另一方面 也是台湾那个年代充满了团结活力跟奋发的一个年代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我们今天各方面这样组合起来看 透过蒋宁国日记的一个分享 让我们您各位观众 是不是也得到了重新的一个反思跟想法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郭老师 郭教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 好 那么今天大小事 我们本集到此 完事 我们下回再见 我们下回见